新一屆政府召開首次行政會議 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二率領三個司長 以及全體16個行會非官首成員建機者 任向行政長官提出最佳的意見 我們是非常團結 昨天已經開工了 我們向行政長官承諾 未來五年一定盡我們的能力 向你提出最佳的意見 配合你的工作 葉太行政和從政的經驗都是豐富的 她也熟悉政府的運作 對社會的事務也非常關心 我很有信心 葉太在履行召集人的職責方面 會做得很有成效 特別是為香港發聲 說好香港的故事 我也感謝葉太這方面的承擔